陆毅云 能顶着王妃的头衔给林哥哥训造 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准备点火 继续是我家没死 他穿越了 我们脑袋 放狗 给我摇起来 又蠢又瞅见 让你偷吃 让我偷吃 让你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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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薇 爹的青年宝贝 这些都是给你的 陆毅云这个蠢货 只配垃圾 谢谢爹 爹就给我睡好 爹爹不疼 娘亲被害病重 这切是生了个树 你还骑到你头上坐不坐威 你这算什么千金大小姐 罢了 既然我堂堂现在王妃第一站了你身子 那属于你的东西 我一定会帮你抖回来的 哎 有没有人啊 哎 帮我出去 哇 这个贱婢准备逃跑 快点 把他烧死 让他赶紧给林哥哥殉葬 十百多四 快点 你拿英真了快点 突然你们家王妃真的就死了 你骗人 王妃早就断气了 你这个贱婢就是想逃跑 赶紧把火给我点上 开死了 大铁匹 什么用 这不是陆上书家的大小姐陆玉玉吗 听说她总想吃啥 为什么会结我身上 带你帮我试着你 哎 不应该啊 怎么毒发了 原来是高生的问题 你可别死 你死了我也回不了了 再试一次 不 原来是装饭 这是小事 可笑 王爷 你死了 本小姐的烧鸡烤红烧月圈都没了 过你身上应该很有钱了吧 那你死都死了 就给我吧 别乱动 你醒了 本小姐饿了 我想吃饭 我要吃饭 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我 我要吃饭 我要吃饭 要吃饭 你怎么办呢 为什么你可以解满潮太医都解不了的毒 你不是傻子吗 我 听到我妈妈也醒了 带我出去我要吃饭 肚子好饿了呀 吃饭 大了 开门 我还没死 咋是啊 王爷 您 您没事了 还不开门 是 林哥哥 你没事 那真是太好了 薇薇可伤心死了 不不不不对 妹妹 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人把他烧死吗 你是怕王爷死在里 然后会臭在里边吗 姐姐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怎么可能盼着王爷死呢 姐姐一个傻子 倒是很会挑拨离箭 大小姐 你这么说话就过分了啊 就算吃啥 但如此没规矩 丢的可是我们露骨的脸面 金默默是吧 今天本小姐就先拿你开下婚 今天老牛就替大夫人好好教训教训你 教训 金默默 教训 教训是什么 能吃吗 你把教训给我藏打了 金默默 你现在好像一只死的老乳鸡 快快快快 林哥哥 你快找人 你把姐姐拉开 给我啊 你不能糖的好吃都不给我 再伤到脑子可就不好了 如今 如今姐姐已经是林哥哥的王妃了 可不能伤到分好 我看看 我看看 二位 你是你知道的 别动了金默默 别动 别动 我给你打起吗 陆雨晕 够了 还不快听 咕咕咕咕咕咕 木鸡 把门打门打门 陆雨晕在干什么 啊 陆雨晕 在干什么 你那么凶干什么呀 咕咕咕咕咕咕 不是拉木鸡是什么呀 金默默我说错了吗 如今姐姐已经是林哥哥的王妃了 他用如此难听的话说妹妹做什么 这女人又差又表的 这要是活在现在 哪个以后都对不起她的眼睛 什么 我是王妃 我 你 你不是说我是陪葬品 爹爹还说我只要死了 妹妹就是王妃 那 好可惜啊 王爷是个短命鬼 配不上我们家小微微的 妹妹短命鬼是什么 能吃吗 姐姐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但是爹爹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哈哈哈哈 这次婚啊 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 咋不管怎么样 王爷醒了就好啊 雨云这孩子啊 脑子不太灵广 不适合照顾王爷 不如让井薇留下来帮忙吧 我呸 小微娘 救你最坏 我告诉你 要是没有我王爷早死了 你知道什么呀你 小微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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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送回陆府 父皇会怪这本王的 你到什么 林哥哥 你既然王爷这么说了便这么办吧 不过 引云吃傻 没规矩 我们陆家也不能看待他闯祸 那便让季默默留下来照顾指点吧 见过王爷 王妃 王妃 天色不早了 老奴夫您去休息吧 你 你吵我 我 我打你 你吵我 行了别闹了 都回去休息吧 我不要 我要吃饭 我要吃烧鸡 我要吃烤鸡 我要吃烤鸡 我要吃饭 吃饭 阿姨 大家要去吃饭 是 我不要 我要你陪我吃 我救了你的命 你一定要陪我吃的哦 你能不能消停口罚 是个王爷 救了你的命 连方都不陪我吃 姐姐 你好大的胆子 怎么要如此呢王爷 没事 跟一个傻子计较什么 你先去吃 本王一会过来便宜好不好 那好吧 那你一会一定要过来陪我吃哦 走了 云哥哥 你是不是跟姐姐一惊 没有的事 天色不早了 你快回去吧 你一直都有救济 就别熬夜了 等过几日 我再去看你 那不是一等你 摸摸我要吃饭 我要吃饭呢 这是什么 大小姐 虽然您跟二小姐一样 和凌王殿下都是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 但是凌王殿下喜欢的可是二小姐 毕竟二小姐曾经救过凌王殿下的命 您呢 还是莫要太过分了 我怎么记得我吃年前好像也救过一个人 啊 你 啊 你 啊 啊 啊 哎 哎呦我天 哎 公子啊 公子想想 姑娘啊 叫一只 莫吃的我 等我之后 定来娶你 哎 之前和人私定终身的事 可千万不能让子华林知道 这是皇上子的婚 若是被他知道 这是要掉脑袋的 大小姐刚刚说和谁私定终身 大小姐刚刚说和谁私定终身 当然 当然是和林哥哥了 你的路情龟那么坏 他怎么会去救人嘛 怎么不可能啊 又玉佩为证呢 银王殿下可宝贝二小姐了呢 好了好了 大小姐 您不是说你饿了吗 老奴给您拿了点心 要不要吃点 你先吃 老奴给您倒茶 这茶水有问题 您竟然放着智人风闪的药物 莫莫你最好了 莫莫喝 不不不不 二小姐 老奴是下人 不能喝您的茶 您还是自己喝吧 来 我突然不想喝了 我要吃点 嗯 嗯 我们做点净好好 大小姐 你别光顾着吃啊 别噎着了 你还是喝口茶吧 给我闭嘴 我要吃什么就是什么 再说一句话 掐死 参见王爷 废下吧 是 你来了 快 快 还没吃饭吧 请我吃个饭 哦 是点心 哎 干什么 这 朵王在你这儿 就是连一整茶都喝不得了吗 我是让你吃点心的 因为没让你喝这个茶 好玩好玩 王爷变成落汤鸡了 胡闹 这个茶是我一直在喝单身茶 是金某某专门为我准备的 我的都是我的 这是 喝这个吧 还有 嗯 你要如何 才肯给我彻底解释 那你要先答应我的条件才可以 说 我说了 两只烧鸡 四只烤蹄棒 再来一只烤全羊 我要新年一三 挑新备入三趟 等等 怎么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这以前在家 吃的都是残羹剩饭 穿的也是麻衣破布 还有人换着法子欺负我 现在不一样了 我嫁起来就是要想服的 我要 吃好的 穿好的 住好的 我没手势 我要十个大金镯子 十条大珍珠项链越大越好 这个傻子 在陆府这么可怜吗 罢了 你要的都给你 我现在就要 你要是不给我 药方 我就不给你洗 按照他的要求准备东西 顺便拿纸笔来 对 哇 哇 满意了吗 满意满意 你这小子可真是个好人 我现在就给你洗完风 我可不能让你死吧 那 就好了 这段时间呀 你切记不能动武 那还有情绪也不能很激动 不然你就真的死翘翘了 那我这些烧鸡呀金镯子可都没了 果王知道了 宫里来的消息 父皇以我身子大好 决定过几日举行工业 进宫那日好好打扮一下 莫瑶哥哥林王府丢人 好啊好啊 吃鸡什么都我最喜欢了 帅哥 你们王府有木匠吗 碧王妃 有 那你明天带我去找他 我有个好玩的东西 他给我做呢 王爷王妃娘娘这几日像疯了似的剧目 院里还时不时传来奇怪的声音 要不要我属下去住这一下 只要他不闹的话给你去 不用管这 是 王妃 这还是您第一次正式进宫 奴婢给您画一个好看的妆容 好 嬷嬷快来 嬷嬷快好看一点哦 好看好看 好了您瞧瞧了好看不好看 王妃整的还不来 来了来了 天主要弄我 来了 你是连 怎么好看对不对 我就说吧 金萌萌的手艺好得很呢 她说我美了 她说我美了 走了 乱着干嘛 要迟到了 真是冲决人怀 林王殿下到 林王妃到 林王妃到 王妃当时都验尘了 送到火山场的时候又给活过来了 这也算是王爷的福星了吧 我听说林王和陆家二女 已经私定终生了 现在姐姐上了妹夫的时候 还不知道又怎么回事呢 别说了 你刚刚看过来了 见过四哥 四哥今日身体可好 看你面色还有些苍白 好多了 只是还须在吃的事情那样 那就好 身体没事就好 只是 身边这个丑女人是谁呀 都摆了四哥的胳膊 你莫要添入我四哥的清白 哎呀 你 好了好了 你敢打我 我打死你放死 这是你四嫂 你该给他道歉 叫四嫂 四嫂 就是个傻子 是个疯子 就算上了王家遇见 也就是个陪葬吧 四哥 父皇说了 等你身子好些了 就让警卫做你的王妃 陈王殿下 皇上还没有下旨 现在不好说出来呢 王上驾马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什么呢 什么事呢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参见陛 父皇 儿臣只是在为四哥打包不平的爸爸 啊 你倒是关系你四哥的事来了 老七啊 你这手伸得太长了 啊 父皇 儿臣只是认为 陆以为这个臭女人 根本配不上我四哥 能配得上我四哥的 那必然是京城第一财女 陆锦薇莫属啊 姐妹不财 可是略工天气数换了 京城第一财女 哎哎 有我厉害吗 姐姐的意思是 你比妹妹还有才华 不然呢 既然如此 那我们比试一下 好啊 比就比啊 哎 谁要是输了 是要爬到地下去呼叫啊 等等 整个京城都知道陆以云是个傻子 怎么说话条理如此 陆以云 你是个傻子吗 糟了 人情怀疑了 傻子 你全家都是傻子 笨小姐三岁就会走路 十岁就会念三字经了 你行吗你 傻子 你才是傻子 十岁才 那我没说好 姐姐怎么如此说话 这雪狗叫 怎么能当大雅之谈呢 你叹了吗 哈哈哈哈 陆以云说什么梦话呢 陆锦薇可是京中有名的才女 就是 雪狗叫这种小法 也只有这傻子想得出 真是可笑 别人还说她有时清醒有时吃赏 我看呀她就从来没清醒过 看来路上输的这两个女儿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妹妹只是怕 姐姐输了丢人吧 毕竟你我二人 还是都是陆家人 无论谁输谁赢 那失了的可都是陆家人 不不不不不 你搞错了妹妹 我现在嫁到凌王府 我就是凌王府的人 不是陆家人了 要是丢脸也是丢陵王府的脸 再说了 我们家王爷才不会嫌我丢人的 对不对王府 她毕竟救过我的命总不好 在这么多人面前 落了她的面子 一伙输了 大不了 我替她给警卫刀个亲就舍了 警卫性子好 定是不会进砖子不放的 对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好 既然你不怕说 那我们就比一比 为了避免外人说我欺负姐姐 这次比试 你来出庭 敢跟我抢你 陆以为这首见人一佩 他一个傻子草包 肯定会在皇上那间发疯 到时候等皇上震怒 把他刺鼓子最好 小婊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种 好 那就比画画吧 这个丑八怪看来是失心疯了 他不知道陆家二女儿 最擅长的就是画画吗 弯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真是不知所谓 稍安勿躁 让我们好好看好戏 看着姐姐如此自信 那就如你所言 我不闹声他 秦桂的画即文明京城 你快给他道歉 我禀告 要此事做吧 我才不能 我就要跟他 我要让他去拱一下 想双方都没意见 那便开始吧 朕爷正想看看 这文明京城的才女 到底有多么的精彩绝艳 都想看了一下我是不是 我堂堂王台军一一复 谁就是画画 被怕你这羞伟债 是 不愧是才女 行义兼备 正被刮起去封骨 不愧是才女 又活灵活现 好 甚好 锦维的画期 可能都进步了不少 这位画画的 当真的不错 只有锦维这样又漂亮 又才华的名字 才能配得上我四胳膊 这种女人 就是个傻子 真到那赢得了锦维呢 这玩意儿 我该怎么弄了 对了 就那个 哪用 把这笔烧一烧 应该就能用了 姐姐我已经完成了 该你了 这梅花画的真是极好的 那陆以云也不嫌丢人 不愧是陆家精心培养的大家闺秀 称陆锦维为金城地狱才女也不为过 就是 我要是那陆以云啊 我就从城山头上跳下去 太丢了 你若是不会就直接认输 跟九位道个庆祝好 谁说我不配了 画的好弄 这画的什么 狗屁不通 啊 就这还敢跟陆锦维比 傻子就是傻子 不知廉耻就是 这画的是什么呀 啊 真是残味 爸 若是李温如一输了 我为你再上几位当中请算了 傻老儿 我 谁输 谁赢 这件很明显了吧 我不辅 我不辅我不辅 这 这不公平 我才是天眼第一名 明明是我赢了 因为不公平 你们一群骗子 我打死你们 打死你们 你还好意思说你赢了 你也不好好看看你自己画的是什么 就这傻子还真以为自己比京城第一小姐画的还好 嗯 朕宣布 这次比试 省力者是 路锦 等等 我 Modern 我 这 这画的是朕 竟是用烧出灰的碳笔画质而成 朕竟从未见过这般栩栩如生的画作 真是巧夺天宫 巧夺天宫呀 没想到这陆一云 我是天下第一 我画的最好 陆一云虽然吃傻 可他这画的确比陆今威更胜一筹啊 皇上真知灼见 下诚佩服 陆一云的确画得唯妙唯肖 陈甚至从这画作中看出几次皇上的荣誉 陆一云的画迹的确颇有一番天赋 只可惜她是个傻 这个女人会医术和文化画 她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她身上到底还有什么名秘 最宣布这次笔制胜利者 胜利者是陆一云 这怎么可能 是狗叫是狗叫 妹妹是狗叫 好像小狗那样趴着叫哦 陆一云 欺人太甚 你不就侥幸赢了警卫一次吗 还真当自己是个才女了 让自己亲妹妹趴在地上学狗叫 这是自私自利残忍至极 哎 你 你 你们一人无信 你们都耍了 群骗子 骗子 都是怪人 打死 喂 凤子 别没完没了 可以了 够了 够 够了 够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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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所以你说 他输了 是不是要学狗叫 你们都是陆家的姑娘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此情世只会让外人看着笑话 等绕了入前谣人算了吧 我我才不要 四哥 陆一云定是九七亿人的警非 请问那京城第一次来与你输给他 真是败了名气 三举两上 我心情为定轻松赢下两举 我就不信这个女还能在 这件事都算了吧 怒怡云人来风怕是有很闹 更何况他现在是上了皇家御德的王辈 我才不 我就要 这一次你要是输了 就给我跪在地下托我起大法 还有学口 一个都不能上 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 能不能自当奉陪 咱们就比作诗 都是姐姐输了 给我磕头道歉 还要把你的王妃之位让给我 好啊 是不是谁呀 我没听错吧 这次陆一云输定了 连皇上都说陆锦威的诗写得好 傻子会写什么诗 那前面作画脚信赢了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等着看看笑话吧 还请陛下出题 这冬日唯有梅花香 就以梅为提报 皇上出题了 永梅 这可是陆二小姐的法宝呀 这个傻子输定了 是啊 这次追问了 他肯定要输 要是这傻子 赢了怎么办 不可能 要是他赢了 我 我去围着皇宫 我奔一圈 俺也一样 有了 梅花开满枝 香小清风来 为爱清风好 何妨折一对 嗯 不错 京城第一猜女 倒不是浪得虚名啊 好一句香谷小风来 甜静悠扬 不愧是京城第一猜女 好诗 好诗啊 好诗 什么 你你管这个玩意儿叫诗 某屁不通 什么何妨折一顿 我还抢蓝屏呢 你还折一堆 习近做事本就不易 能偶得一二家具已是家作 你要是不懂 就不要乱说 哟 真厉害 真厉害 好诗 好诗 要是咱竞争第一美财女 是这个水平 那是真没文化 那这么看来 姐姐有更好的词了 那锦威 写耳恭听 这次陆以云输定了 连皇上都说陆锦威 诗写的好 傻子会写什么诗 他前面作画 侥幸赢了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等着看看笑话吧 姐姐怎么还不开口啊 莫非还没想好 姐姐要是现在认输 还不至于那么丢人 谁说我要认输了 早就想好了 小学生必备故事八十手 就足以秒杀你们这句没文化的吧 都给我听好了 墙角树枝梅 零寒独自开 咬之不是雪 唯有暗香难 好 好诗啊 好诗啊 每一句细细琢磨 都有意欲 让人回味悠长 实在是妙才 妙才 完了完了 这个傻子会作诗 而且这是精妙绝伦 陆二小姐要输了 二位大人 刚才你们说输了要什么办法 陆以云竟然会作诗 而且居然做得比陆锦威要好 他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不可能 你从小就没有读过书 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好的事 你绝对是抄袭 我才没有抄了 你说八道 我误会的可多了嘛 那你怎么证明 你能抄一手 就能抄白手 父皇 整个精神都知道陆以云不学无术 愚蠢之急 这其中定有原因 陆以云 这次诗作的虽好 可无法证明是自己即兴创作 而陆锦威 这短短时间也得了加剧 此局会平局 不公平 不公平 我不服 对 不公平 诚意不服 老张 你怎么回事 能帮个傻子说话 就是你 你发什么犯 我没疯 我只是想咱咱咱咱 二位大人的收藏 无耻 姐姐难道是在质疑皇上 这一局是因为你作弊 才是平局 妹妹虽然受了委屈 但也无条件服从皇上的命 难道说你觉得下一局不能够闭了 才如此不服 陆以云 你虽吃傻 但朕我会欣赏你的才华 若真如陆锦威所说 那也没有必要浪费朕的时间了 好吧好吧 我也没有说我一定会输嘛 但是这第三局比赛得我来说 比什么 我来说 比了 你想比什么 比乐器 我没听错吧 诗书李乐是世家才女才会 陆以云一个乡野村夫会什么乐器 真是笑死人了 第一局靠画画才出奇之胜 第二局比诗靠抄袭才颁个平局 现在居然想靠乐器来翻身 谁不知道 京城第一才女陆锦威 最拿手的就是乐器 这一局陆锦威赢定了 二位大人如此赌金 要不要再打个赌 行 你想用什么乐器 等等 我来用这个 这是何物啊 这不是之前陆以云带上马出的那个 比比莫非是什么乐器 不是什么乐器不是什么 这是我做的小提琴 之前我可是在国际小提琴赛事上都不不讲的 前几天手养弹做水打发时间 没想到还能拍成这样的一场 我的琵琶是妙手大师苏先生的风扇之作 姐姐就算不懂乐器 也不至于拿着自己做的拉西在这丢人现眼了 好啊 还是那句话 骑不骑不骑我 你看我 警卫献丑了 你 我还没想起来 鱼音要凉三日不节鱼耳啊 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女果真名不虚传 各位谬赞了 姐姐 如果比不过的话 还是先认出吧 免得丢人 就是我们锦维可是师叔大奖 又用的铭锦 鲼音你怎么可以 各位 把你们的耳朵给我洗洗干净了 宝宝听着 糟了 这首古代的是不是先生不来拜托的 这曲子我算从未听过 但却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这曲中月娜的情意 陆一云 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 好 好曲子 好演奏啊 哈哈哈哈 朕从未听过如此独特又直击人心的音乐 朕宣布这一局 陆一云获胜 好在这个皇帝还有音乐先生 你 你也闭着 这绝不可能 妹妹呀 妹妹 放开吧 你 现在是不是应该给大家表演一下 你是如何学短教 让我都骑大马的呀 啊 妹妹 你 你 这是什么呀 你现在好像一个鹿母肥 鹿肥猪鹿肥猪肥 放开我 啊 姐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 救命啊 冥王殿下 冲王殿下 呀 吴云 你傻子 你疯了 别动 再过来我就干了他 陆一云 你不是在干什么 陆一云 当着我那面伤害你的亲妹妹 你要找我死吗 哎呀我才没有要欺负他呢 我喜欢他来不及呢 嗯 啊 人就是一个鹿肥猪肥猪 放开 你干什么 明明是他说话不算话 九位四哥最是疼 若是你身体不是晕过去了 你绝对没有跑过去 你把你弄成什么样子 陆一云你别霸佛了 明明是他先说话不算话的 都几回了 他刚才都那样了 我头好晕啊 前卫 前卫 四哥 前卫晕走了四哥 喂 四哥 哎 四伯林 快叫探医 糟了 之前的毒还没有消除 现在机动又复发了 四伯林 醒醒 醒醒 是 皇上 林王爷 他身上的毒再次复发 怕是没劲呢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放手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里抖乱 要不是因为你 我资格他也不会 我给他 林王爷他 老四怎么了 林王爷他醒了 我 我这是怎么了 老四 刚才太医说 您身上鱼毒未清 我还因为您不行了呢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像就没事了 要不是因为路影 我四哥能醒得更快 哎 你怎么不说是因为路景飞呀 要不是他 四伯林 压根不会因那情绪 激动而毒发呢 心上都说 我什么都因为我呗 我 我这黑国被他真冤烟我 陈王殿下不要怪姐姐 姐姐不过是个傻子 又怎么会知道 忠相好胜 会害死林哥哥呢 路景飞你不要 好了 这让乙元嫁给老四通喜 老四马上就起子归生 这次乙元一靠近老四 老四被麻就没事了 这说明 乙元是老四的父亲啊 倒是你路景飞 你靠近朕的儿子 他马上就晕过去了 这肯明 你就是老四的克星 皇上 这与臣女无关啊 父皇 而这是中毒 和什么灾心复心 根本没有关系 这管不了那么多 邓臣知道 你和乙元在一起 你的身子便无恙 既然你现在睡上余毒未清 那 朕就命你 晚上和乙元住在一起 不许奔开 什么 父皇 这样不妥 何不妥 陆语云嫁到王府 只是冲喜 并未败唐 说起来都受不上福气 怎么能睡在一起 这还以为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 那就以政治迎娶皇妃的规格 和乙元败唐成亲 成为正式的父亲 林哥哥 警卫 警卫这是怎么了 太医 太医快救救他 我来我来 我看看我看看 这回是真运了 比主要像多了 陆语云 你别胡乱背发警卫 父皇 儿臣与警卫轻微除马 警卫七年前又做过儿臣的命 儿臣实在不能弃他于不顾啊 那边 立他为侧妃 你算合了你二人的情意 真意一决 陆语云 您这几日 切先回路府 代驾吧 是 皇妃娘娘 等等 公公有何事 娘娘 皇上吃的甚至还没拿呢 多谢公公 娘 小李 小杰人出息了都喝上大红袍了 给我跪下 什么 大胆 我是王妃 给我按住他 干 干 干嘛呀 王妃 你这个样子 你这个样子 比林王能洗脚臂都不配 我不配 他配 我劝你还是自取福气 王位上给薇薇 不然你娘 就如同这个杯子一样 你 你们 你们要对我娘做什么 后能要做什么 取决于你 只要你乖乖听话 你就会没事 我 我可是皇上经典的王妃 这位只要让给了他 你们就不怕皇上知道了会生气 皇上生气现在可吓人了 皇上只是随口一说 也没有甚至 也算不得我依靠王妃 更何况 这也是你自己答应的 陆语苑 答应你答应 不答应 也你答应 我答应你们 求求你们拜不忘了 我答应 很好 谁让你乖乖听话 你娘就不会有事的 我要见娘 谁知道你们这句话 是不是骗我的 陆语苑 谁以为我给你那好脸色 你就蹬鼻子上脸了 我而是见不到娘 我就去跟皇上告状 让皇上把你们都打死 还有你 娘 您嫁给王妃 不是王妃 留着他娘也没用 他不如 我们先安抚住他 免得到时候闹到皇上跟前 节外生枝 那就按你说的做 去 把人押来 是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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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娘没事 我的云儿受苦了 行了行了 你可别忘了答应的 你若是敢欠什么心思 他怎么来的 我就选择怎么把他送你 你的嫁妆 我会好好准备 到时候 你就等着同微微一起出嫁吧 我不会再闹了 我保证 不会闹了 走吧 我苦命的傻丫头 你怎么为何路锦衣一起出嫁 娘 我自有分寸 只是现在您不能再待在陆府了 我得到了圣旨 要成为凌王妃 这些都是凌王给我的 你拿出去 安顿好 等事情解决了 我再去看您 好吗 傻丫头 你不傻 咱们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可是娘还是担心 娘 我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你们在这儿 反而怪那对母女特难逆我的 送你出去好不好 娘不脱离后的 你也要答应娘 要平平安安的 走吧 总算是把娘送走了 虽然走狗洞郎为了些 但总算安全 这对恶途的母女又在这吉利瓜了 说什么呢 不行 我得给你听 娘 那我和陆亦云同时出家 本来我们的花香就大 难道还真的给这个奸妃准备嫁妆 傻丫头 陛下派你爹去新州巡查 现在独帝儿是为娘说了嘴 娘怎么可能会因为陆亦云的小奸人 委屈你呢 她既然为妾 她嫁妆准备十二胎 准备点柳去棉被 透过把衣服 透过一下 那要是黄云周三道四呢 她陆云不要脸 咱们少叔不爱要脸的 那我们就对外说她吃啥 怕她忘了 所以准备的是地气保气之类的 还有一个傻子 哪里懂这些 好 就这么办 傻 谁说我我什么知道 先是拿我娘威胁我 再是算计我的嫁妆 等着瞧吧 大婚之日 定要很好看 王爷 这王妃娘娘跟澈妃娘娘 同时嫁过来 就骗你们看来 既然洛义云是父皇亲定的王妃 就算我跟警卫亲为主嘛 那也得按照规则来 是 给王爷的 林哥哥 我便定是要娶你为妻 今日我来娶你了 林哥哥 贝贝终于等到今天了 姐姐为了成全我们 自请为妻 林哥哥 我要成为你的妻子了 你高不高兴 真的 这个傻子还有点自知识 知道把王妃的位子到你前 哎呀 慢着 我可没有说过这句话呀 不行 陆宇云 别忘了你娘 多谢小娘提醒 不过小娘不必操心了 陆宇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 陆宇云 能配得上我哥的 只有几位这样的大家闺秀 你算什么东西 能进林王府 你就谢天谢地吧 还真想当王妃不成 我我也不想呀 可是皇上赐婚让我当王妃 我不能抗制不尊吗 是要掉脑袋的 姐姐 那只是皇上的口语 只要你自愿把王妃之位还给我 那又怎么能算抗制不尊呢 谁说 我没有圣旨 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那你们自己看看 是不是伪造的吧 陆家长女陆宇云 天性纯良 卓奉为林王妃 这 这事里是真的 你是个小金人 你还敢骗我 为何姐姐总要跟我抢 林哥哥 难道我注定不能成为你的妻子了吗 金威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妻子 这迎亲之礼自然也是为你准备的 至于陆宇云 既然要在同一日拜堂成亲 我一个人也不可能分成两份 陆宇云 你变成这公鸡拜堂吗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客气了 好啊 我最喜欢小动物了 这大夫妻可真可爱 真是个傻子 你要干什么 拜堂成亲啊 这有了鸡也得有狗啊 咱凑不起一个猪狗不如 也得凑个鸡犬不宁吧 走了成亲了去林王府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够去追 非要让他在大型广东家丢人才行吗 是 鸡飞 你线上花轿 我得跟过去看看 避免陆宇云这个傻子在街上发风 林哥哥 陆宇云这个小贱 你给我等着 林哥哥 听说陆家的两位小姐都嫁给林王爷了 这些嫁妆便是两位小姐 不会吧 陆家的大小姐不是个傻子吗 居然能嫁给林王 你怕不是搞错了 陆家的傻小姐出来了 这么多人啊 牵着狗抱着鸡的 这是怎么了 大家早上好啊 今儿个呀 是我陆宇云的成亲之日 这大公斤就是我的夫君 司华林 陆宇云 给我住口 大家伙想不想看看我的嫁妆呀 小娘说给我准备了好多些呢 哇 这被子好厚啊 这个棉续啊 看起来就很多嘛 哎 这做衣服的料子也太好了吧 这比我在庄子上的那些要好的好的多呢 这被子不就是柳絮吗 看着厚实 其实还不如一块破布 这料子做衣服 给狗狗都不穿 我怕是陆府的下人穿的都比这个好 这陆家大小姐的嫁妆就这东西 那是妹妹的 我要看看 哇 哇 哇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 这多了 你 你 我的妈呀 这 看来的陆府呀 不是熊 而是陆家大小姐不受待见 你看着陆二小姐虽然是个侧妃 但是她的嫁妆足够有64台 全都是好东西 这陆上书果真如成文中 宠妾灭妻 看来这凌王也是一样啊 对陆景威一个侧使居然已震气自立以待 陆云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就是看看也不行吗 我 王爷 皇上最终 迪述规矩 这一话说的传着王上耳朵里 皇上怕是被动动 怕是到时候会对您有影响 为止知道 王爷您重情重义 一直惦记着车皮娘娘对您的救命之恩 可也得按照规矩的依赖 你怎么知道 王知道了 李云上轿吧 哪有王妃走路去王府的道理 可你不是说 你是来接陆景威的吗 可按我和大公鸡成亲 现在看来我更是喜欢那个大公鸡呢 而且而且真心也是给陆景威的 是本王错了 本王向你赔了一道歉 这些聘礼自然也都是给你的 好 大家伙可都看到了 你说话算话 可不许传来 自然 上轿吧 无论及时就不好了 好呀 对了 小娘 那那些都是 那自然那六十四台的 才是王妃娘娘临的 娘 我不答应 她凭什么 凭什么 凭我是亲 你是亲 我是大的 你是小的 对吧 王爷 你说的没错 很好 既然妹妹是侧妃 毕竟这窃就是窃 窃室可是不能走正门的 待会上了教室若是弄错了 让一个窃室从正门进 那不就坏了规矩吗 妹妹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一拜 二拜 三拜 里程 路易云 路易云 既然吃傻 也不合适去招待各家女兵 别有警卫代劳吧 妹妹作为王府的女主人 定会招待好各位贵宾的 怎么闷着 路易云 你又要做什么 我又不是傻的 这都是妾室给正气敬茶的 这妹妹 你妹妹一点眼睛都没有 这么多人看着呢 还不快点去给我敬茶 路易云 不要得顺进尺了 林哥哥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虽然薇薇受到了委屈 但也不想林哥哥不高兴 姐姐既然让我敬茶 我敬茶就是了 想必姐姐也不会为难薇薇的 好 我去你了 准备滚烫的茶水 姐姐 喝茶 姐姐 喝茶 嗯 这个路紧嘴 到这个我还不安喝 姐姐 喝茶呀 这么多人 你若是让我行李时间太长 大家都会久了你的今日 可能我进城 你就得吃着 喝 我这样你喝 我以为你疯了 敢来这么热茶泼几威 可 可是这茶明明是她敬我的 刚才她还让我喝这茶嘞 是啊 刚才测飞还催王妃喝下呢 这么热的茶 我真的喝了 舌头都被烫坏了 是啊 是啊 快死的 今天你像龙山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来人 还不愧叫大夫 先把王妃和色飞送回房间 我 我自己走 今天这事实属意外 我要给各位拍个不是 来喝酒 快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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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死我了 小姐 您是侧妃 明日一早还要去请安的 那女人身边的那个金喇喇 不是咱们的人吗 咱们不如 好 就这么做 大小姐 大小姐 大小姐起床了 二小姐来请安了 快起来 不是她有病吧 天还没亮呢 这是人家二小姐懂规矩呢 你呀得起来接受警察才行 来 我不要 我不要去 你让她走 烦死了 是 老奴这就让二小姐离开 哎呀 我睡得真舒服 嬷嬷嬷嬷嬷嬷我要喝水 来 来 大小姐喝水 什么事成了 莫莫 你给我过来 你干嘛 警卫说你给的糕点吐血布之后昏迷 连太医都查不出问题 陆一云 你这个毒妇 连自己的妹妹都吓死狠手 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给警卫解毒 否则把你层皮 什么糕点 我怎么不知道 你问嬷嬷嬷 nobody 我不知道 冬 Miss 大小姐你忘了 早上二小姐来给您请安的时候 您说不见 君老奴赏了糕点给二小姐才离开的 警卫除了你给的糕点 别的什么都没吃 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 父皇还夸你天性纯真 我看你恶毒的很 死管理我真没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少废话 跟我走 我没有 疼 陆以云 若是你能解开警卫的毒 这次我便看在富豪的面子上 既往不救 但若是你再给我爽什么 上不得抬面的心思 就被怪我对你不客气 静香 你是不是搞错了 陆以云他就是个傻子 他能会什么医术 陈南太医院院守 陈都解不着的毒 他会有办法解吗 之前本王中毒 就是他将我医治性的 如今警卫昏迷不醒 别只能让他试试 我不要 我没下毒 凭什么救他呀 不救是吧 你娘现在就住在城北的 没有法 苏华林 你哪有我娘威解我 锦卫于我有救命之恩 我不可能看着他 在我面前出世 若是你能救醒他 我可以保你娘的平安 但若是锦卫出了什么事 我救 这麦像你看都没有什么问题 怕是穿冰的蓝鱼 想陷害我 很简单 妹妹这毒 灵结于血 只要给他放碗血 一碗不够啊 就两碗 把这毒血放出来 人自然就行了 胡闹 放那么多血 人都死透了 是啊 王爷 这毒本就是大小姐下的 如今 怎么又要放二小姐的血呢 她一个心思歹毒的傻子 肯定是想要了二小姐的命啊 是啊 王爷 这法子要是管用 陈立刻辞于太医院院首一职 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个傻子啊 我也不可能放血 这太危险了 不放血呢 也不是不行 你真给我 哎 妹妹 有种救人的法子 叫以毒攻毒 姐姐我拿这根银针 把你的眼睛戳瞎了 你痛啊 自然就行了啊 这不是没事吗 警卫 你没事 可能是刚刚我把毒血都吐出来 就行了 连哥哥 都怪我 我太相信姐姐了 我应该先让人合查一下糕点 然后再吃的 你来的时候 这早上天还没亮 鸡都没起 厨房还没开始动火呢 我这个 只有名头的王妃 又怎会随时背着糕点 伤你呢 那是姐姐房里的事 妹妹怎么会知道 王爷 老奴守夜的时候就看见大小姐鬼鬼祟祟的起身 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去下毒了 老奴虽然是大小姐的嬷嬷 但是也不能看着她害人性命啊 还请王爷严惩 陆以云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没有 陆以云 你又在搞什么话 陆以云 王爷 大小姐本就吃啥 她肯定就是在给二小姐下毒的时候 自己误使了毒药 那这不就更能说明毒是大小姐下的了吗 林哥哥 警卫 你好人休息了 陆以云毕竟是不王亲近的王妃 事情查清楚之前 她还不能注视 阿姨 还不快跟上来 是 林哥哥 这该死的小贱 死到临头了 还敢让我林哥哥保 不过他也得益不了多久 这个毒药 是我帮大姐姐 陆以云这个傻子 这次必死无疑 你做的不错 能为二小姐做事 是老婆的荣幸 好 我等着你传来她暴毕的好消息 大小姐身子并无大 那她为何还没醒 还吐血了 之前你不是说她懂医术吗 可能大小姐故意刺激了自己的血 我也吐的血 至于目的吗 陆以云 你还把本王当傻子耍是吧 来人 把王妃锁在林子锁上 任何人不得送食物和水进来 阿姨 属下在 今日警卫被下毒之时 本王怎么想都不对劲 你去查清楚 要快 是 还人 死我了你这个没良心的 撞毒了都不管我 不行 撞毒太深 针灸只能延换 必须想办法出去培药再行 来掌柜给您 这位夫人 你要的药全在这里 只是这个白灵芝太过昂贵 我们这里没有 劳烦掌柜 你知道哪有吗 这白灵芝是主药 是万万不可缺的 巧了 今日地景拍卖场 有一场拍卖会 听说就有白灵芝 这个地景拍卖的东西太贵 您呢 得多准备点钱财 多谢掌柜 要是刚才当簪子的钱 还不够的话 我就只能拿这个来抵押了 当我一号定来去 毕竟小命要紧 对不住你小哥哥 这应该就是地景拍卖场 滚滚滚 你的小叫花子 滚一边去 别脏了我们地景名贵的地板 要是弄脏了 我让你舔干净 你瞧不起谁呢 你不就是个拍卖场吗 走就不能进到偏紧 瞧你这穷酸样 你有钱吗 进去都担心你身上的穷酸味 迅到我们的贵客 赶紧滚 喂穷酸鬼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就不敢乱说 这可是全京城最大的地景拍卖行 里边的客人都是非富即贵 我尝尝你这个样子 连给地景里的客人提鞋都不够自己 我又不会滚 这样闹事就把你挡出去 你不过就是个守卫 你这么对待客人 我我投诉你 客人 就算你想把你自己卖进去 咱们拍卖场 啊也不要这么便宜的货色 我告诉我 我可是身上亲自赐过那林王妃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在本王妃面前扣出谎言 呸 还不当狗障害 你是 德鲁云 嗯 路上是这样的那个傻子 哎 哈哈笑死我了 怎么还有人自己愿意当傻子 呦呦呦呦 是小的不好 就是送了王妃娘娘 还请王妃娘娘大人大亮 咋的小的 他还不敢去顾掌呢 就给你玩玩而已 你还真把这里当林王妃了 别怕伤疤就要照着你自己 就你这样子 她是 要恶心呢 我林王爷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赶紧滚 他们会快开始了 你在这戳戳什么呢 立板事 这里有人闹事 属下这就把人赶走 你 你是 就是他 他非说自己是林王妃 还要闯进来呢 您说是不是很可笑 王妃娘娘 是小的管教不严 您大人有大胆 不要跟这个狗东西一般戏巧 哟 你们这拍卖会好大的威风呀 连一个小四都三番五次 推仓本王妃 还要言说要打鼠呢 谁 他是王妃 不可能 李管事 您是不是看错了 他这穷三 那这花子怎么可能是王妃 你还敢口出口眼 快跪下给王妃娘娘磕头 我陪你盗算 他真的是王妃 不 我不相信 往手一遍 我们地警是留不下你这个眼瞎的玩意了 赶紧收拾你的东西滚蛋 我王妃娘四罪 我们拍卖行 此后跟这人再无关系 哎办了办了办了 今日我也是有要事在生 带我进去吧 是是是是 王妃娘 您不能这样啊 干什么呀你 我少人往下我少 要是地警不要我 那我们一家都没活路了 你看看你 把这家伙给我拖下去 这些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 陆运云 你不管就是个傻子而已 你以为你敢起来我 哎王妃娘娘 我们这个拍卖场有个规矩 就是入场要先交鸭鸡 不知道王妃娘娘啊 有的有的 你看 我拿这个鸭鸭可以吗 这 什么 这一幕也记得拿就是 李管事你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吧 自然可以了 市场仅有的一块暖玉啊 加着三万两多人 小的就先替您保管吧 出现了 不是 请你帮我 陆运云 你怎么回来这儿 哎 真是出门啊 没看皇帝 买个东西 怎么干这么晦气的事 你怎么有钱买拍卖会的东西 拍卖会有规矩 若是拍了拿不出钱来 可是有大麻烦 赶紧不许行 我有钱 就不劳凌王殿下费心啦 各位贵宾 决家上的拍到就转到 赶紧下拍吧 两千两 两千两 两千五百两 三千两 姐姐不会是来看传 这什么都不拍 丢的可是女王府的 妹妹 假正 陆运云 下面这些拍品是白灵芝 拍价一千两 每次交价不能低于五百两 一千两 闭嘴 你猜见什么了 一千五百两 一千五百两 巧了 妹妹也想要 两千两 两千五百两 三千两 这白灵芝超过三千两 就亏了 不能再买了 三千五百两 你 你不用不动 一说你家天是乱搞白 我 我要吃白灵芝有用 不行 我乱一块 那你吃 行吗 我告诉你 四千 四千两 四千五百两 五千两 你疯了 我清早都给我买两 都把你吃了 可不不不 六千两 七千 疯了吗这是 这白灵芝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 八千两 一万 十万两 你全叫 姐姐好大的口气 既然姐姐想叫 妹妹就让你一口 可是不知道 姐姐你有没有钱给 果然是个傻子 花一万两 买纸纸两千两银子 白灵芝 有没有那么多钱还不知道 地景的东江可是全是滔天 这傻女人若是抛开钱 下场可就微妙了 结款我现在就要 好的王妃 您是第一次来咱们地景买东西 所以可以获得一件赠品 您挑选一下来人 呃 这些我都不太喜欢 我 我能要那个桌脚的垫桌室吗 姐姐又犯疯病了 好不容易有赠品 一点损失 怎么还看上那不值钱的团印 哎妹妹 那个是碧玉啊 我没听错吧 碧玉 就算地银有钱 也不可能用碧玉做垫脚室 傻子就是傻子 咱们要跟他想的一样 不都成熟了 王妃 这东西确实不值钱 要不然你换一换 那个能给我吗 能给的话麻烦 你再给我拿一把搓刀 今儿个呀 我让大家开开眼 好的 小的这就是拿 大伙 今儿个我叫你们开开眼哈 那大伙也来看看 看看我这个傻子姐姐 是怎么把 变桌石解除碧玉的 嗯 嗯这个品质没亏 这这是真的碧玉 怎么还是极品碧玉 少说能值上万两银子 这路易约走的什么狗指约 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我给你讲讲 我们排卖好想用 一万五乡两白银 回购这些极品碧玉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可以啊 比起这碧玉 前方那时候也不怕是可以 姐姐让他白银拿我东西下转气 我绝对不会放 那你现在可是有此够的银俩赎贵这件给家的 免费了 这 你 啊 啊 哎 哎哎 各位 这不啊 啊 哎 哎呦我天啊 哎 公子啊 公子想想 姑娘啊 家里一直 我起来了 等我去哈 定来咨询你 啊 不应该是架救了我新银的警卫手里吧 该死 这玉佩怎么给他呢 嗯 要出回 那小的再给您五千两银子 这个 白铃芝和玉佩都给您了 陆以云 你这玉佩哪来的 陆以云 你这玉佩哪来的 我捡的 那月亮都是你的了呗 林哥哥 你看他 好了 先坐下 你要的那个瞻子 一会儿给你拍下 好吧 都听林威佩的 嗯 那我先走一下 林哥哥 你等着薇薇啊 好 原来陆以云 就是七年前就是林哥哥的 他拍灵芝 是为了解读 那他必然留不得 既然毒毒不死他 那就只要 今晚派人杀了他 务必确认他断气 是 王爷 之前中毒的事 您查清楚吗 是金龙的做的 王妃娘娘并未起念 也未成为不毒药 给王妃娘娘 想吃人吃上药物吗 也是金龙的 我知道了 本王七年前预测的事情再续查 还有 仔细查证 那日如景位和陆以云分别在哪 做了什么事情 是 啊 啊 这要是真苦啊 啊 太毒解了 金某某去哪了 知情效果是金某某所为 本王已经处置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道歉 是本王不对 本王给你赔的不是 只是这药又是什么 人家中了毒 你又不管 我只能自己解毒啊 对不住啊 阿姨 阿姨 王爷小心快走开 不然那时候他挺靠谱的 王爷小心小心 快快要来 快要来 快要来 别乱说话 我不会让你死的 难道救我的人 真的是鲁鱼鱼吗 阿姨去请大夫 别找伤势的那个太医 是 路易云身上的胎记 不行 我得赶紧告诉艾小姐去 林哥哥 你在吗 我听说姐姐受伤了 进来吧 林哥哥 听说昨天府里进了刺客 可真是吓人呢 你看我的手一直在抖 还有我的心一直蹦蹦跳呢 对不起阿姨 林哥哥 你这可太急 怎么了林哥哥 没事 警卫也有这个太急 路易云又说她的预配是简单 看来 救我的人的确是警卫没错 我 更深路重 夜里凉 我送你回去休息 嗯 林哥哥 自从成亲以来 我们一直没有圆房 如今啊 改日吧 今日还有公务要忙 好 微微听话 不过 到时候 你可要好好补偿我 好 王爷 王妃娘娘发烧了 是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有这个活 你没有偷看 是说真没 criminal 你知道我是剛王爷 那我游着命 那陈阜 我以后会 truly 魅羽uther 这话 不是我七年前 和救我的那个姑娘说的吗 这话我从未和其他人说过 就算之前问几位 她也说不上来 只说是忘了 一云 就是你 既然承诺过你 我就会好好照顾你的 之前是我认错了人 以后我加倍补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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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总算是不烫了 什么东西压着我了 我快转不向前了 你 你怎么睡在我这 哎 哎醒醒 能不成 他照顾了我一夜 看在你照顾我一份上 那我就让你在这里睡一次吧 你醒了 哎哎 可好些了 我没事了 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呢 no 满血复活 那好我问你 你七年前 有没有救过一个小男孩 他不会知道我救人 还四点终身的事了吧 不行 我不能承认 没有啊 我才没有救过什么人呢 我哪能救人啊 哎 王爷 属下为您准备了夜窝粥 您垫垫肚子吧 以允许是因为之前的事 生我的气了 来日方长 我只要真心对他好 他总会感受到的 进来吧 王妃娘娘醒了 王爷可是守护了您一个晚上 不放心别人照顾了 多嘴 出去吧 王爷 还有事 再有几日就是万寿节了 皇上的生辰是一年一度的大事 下面铺子的管家 已经准备好了礼物 按理说 这事应该 咱们王府的主母来定夺 可是 王妃娘娘她 我 好啊 我 我最喜欢挑礼物了 四华林 你让我挑好不好 这可是件大事 万里选的不合适 我好像怪罪一下 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 你求求你让我去吗 你要是不让我去 不让我去 啊 罢了罢了 左右管家已经挑过一遍了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差错 你想去就去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小傻瓜 知道我好就行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最奇奇怪怪 王鼠阳给几百年 肯定没安好心 嗯 谁没安好心 你这才是不识口人心 不识的管事 听说王妃娘娘病了 特意准备了 真搞得的王管事 在这后面 你要见到 就要她的厨房 见过王爷 见过王妃娘 起来吧 哇 这都是给我的礼物吗 王妃质自贴天性 若是去了你铺子里 万不可怠慢 若是让我知道 有谁欺负王妃 属下不敢 还有 这个令牌给你 这是什么 这不是金子 又不能吃我 不费点料 这可是王爷的天生令牌 见此牌 我们见王爷本人 比任何金珠宝都真贵的 您拿着这个牌子 到王爷的名下 所有颤约 不管是吃喝 还是拿什么东西 都不会有人和您要钱的 若是去了旁人的脖子 也可以直接记在 咱们王妃的帐头 也就是说 有了这令牌 我以后就不受饭饭吃啊 那当然 不管到了哪里 只要您拿着这个牌子 都会被奉为庄上领的 那我要 慢着 我现在改主意了 不行 你可是王爷 你说话怎么说话 你问得出来 不是你嫌他没有用的 没有 我喜欢的很 我很满意的 下午我就去铺子里 好好挑挑万寿节的礼物了 是 暑假 这就安排人去准备 这次皇上的万寿节 得好好准备 王爷 重视的很 暑假定当尽心结定 说是得到皇上的赞赏 想求什么事 易如翻账 下午 王妃娘娘就要去挑礼物了 你得提前准备好 万寿节吗 这回我一定不会让陆宇宁 一个傻子抢了我的风头 我要一鸣惊人 获得皇上的青睐 夺回属于我的王妃之位 这不是陆上书家 出了名的人陆以云吗 瞧瞧你这疯疯癫癫的样子 竟敢踏着我们珍宝阁 还不赶紧给我走出去 好大的胆子 我告诉你们 四花里可说了 我现在是林王妃 是你们的主子 你听见了吗 她说她是王妃 可真不要脸 王妃 主子 全京城谁不知道你陆以云 只是一个上了御蝶的陪葬品 真当自己是我们主子了 你配吗 别在这儿挨眼 碰坏了东西 你个人陪不起 就是 谁不知道王妃跟陆二小姐 狼情惬意 你这个陪葬品 只不过这个笑话 听到了吗 还不快滚 别脏了我们的地方 再动我家试试 信不信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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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姐姐 这珍宝格 可是王妃的产品 里面的东西 都是价值连城 我劝你 还是别在这儿丢人献我 我没有 这位小哥 我姐姐虽然有王妃的名图 可也只是摆设吧 而且她脑子不好使 到时候发起风来 弄坏了里面的东西 你们也不好交代 还是多找些人来 赶紧从这儿把她赶走 侧妃娘娘说得对 陆以云 你再不走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你个坏蛋 差点把我妹妹都推摔倒了 没事吧 我打死我 我打死我 打死你 你这个人居然敢打我 姐姐你别这样 我们陆家跟林王府的脸 都让你丢进来 掌柜的 给我出来 我告诉你 一会儿要告你们掌柜的状 打死你们两个 打死我 我好害怕 谁会听一个人的话 简直是白日做梦 没错 我们的主子是网友 可不是你这个傻子 姐姐 你莫要再发疯了 我劝你赶紧给这两位小哥道歉 免得给我惹麻烦 我才不要呢 将会让我出来 给我出来再不出来 把你们变砸了 出来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我珍宝阁闹事 是我又怎么样 你们的伙计欺负人呢 帮我妹妹差点摔倒啊 掌柜不好意思 我姐姐他脑子不正常 而且没钱 本就不应该怕骨子珍宝阁 我这就把他赶走 你们太过分了 我是李王妃 特别娘娘真是善良大 电视看在你的份上 我们这些下子 哪个敢不跟你脸面 李王妃 这个位置本该是陆二小姐的 她不仅是金城第一大美人 而且还是大名平平的柴女 你 什么东西 可傻子你 而且还是装置上长大的乡妈了啊 还自称了一世 你忘回 想当我们的组织 你配吗 还真一名自己是 上了一条台面的法女 来人呢 把她给我打出去 王妃娘娘 老开 是属下没有拐交好手底下的这儿 让王妃娘娘受敬了 王管事 虽然我和林哥哥两千相悦青雷竹马 但是毕竟是侧妃 在外面不好茶酒 侧妃娘娘 您是不是搞错事了 我们的王妃娘娘在这儿 你们几个废物 竟然敢如此对待王妃娘娘 可可这长是大傻 乐云她是个傻子啊 卢尔小姐才是咱们以后真正的竹魔啊 你懂个屁 还不赶紧跪下跟王妃娘娘配造去 今儿一早王爷就交代 要让好好对待王妃娘娘 你们几个小命是不想要了 林哥哥说过 最喜欢我的 你好有个四华林 还说这牌子有用 有什么用吗 现在林哥长势的 和小四孙子起不到我头上 这牌子 这牌子我不要了 阿姨说了 这个牌子代表着王妃的权利 不可能 林哥的令牌仅此一块 怎么可能给你这个傻子 这牌子肯定是假 咱们是真是假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你看真的假的 这 这牌子的确是凌亡殿下的 呸 陆委员这牌子肯定是你抠来的 是啊 王爷怎么可能会把牌子给你一个傻子 这这 你敢偷王爷的牌子 来人呢 把路云关上 看你啥 你别这这你们敢 这牌子是四华林给我的 我看你们谁想偷我 呀 还不赶快我动手 住手 王妃娘娘 使不得 这可是王爷的贴身令牌 全府上下仅此一枚 您可不能扔 若是您扔 小的命可就没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林哥绝对不可能把唯一的令牌给你 更不可能认你当王妃 你肯定要认同她 你给我说 你给我说 你给我扔她 你给我说 你给我说 侧妃娘娘 你还是离王妃娘娘远一点 安依 你不是应该在林哥哥身边吗 昨日王妃娘娘遭到刺杀 属下奉命保护王妃娘娘的安全 可你原本只会保护林哥哥呀 之前我上香管林哥哥借人 他都没有给我 怎么会把你派给他 这是王爷的命 侧妃娘娘若是有问题 可以去问王爷 妹妹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你抢走了 我只有 只有自华林给的这个牌子了 你还要跟我抢 我求求你了 妹妹 你别跟我抢了呀 妹妹 侧妃娘娘 王妃娘娘又被您刺激犯了病 为了您和王妃娘娘的安全 你还是先离开了 我自己疼 你 请 妹妹拜拜 进这了 王妃娘娘 外面寒冷 不如您先进去做 属下命人给你准备茶店边吃边看如何 有大种子吃吗 有王爷吩咐了 你想吃什么都给您准备 好 有大种子吃了 你真是个好人 王妃娘娘还是把令牌收好 要不然小人的性命 怕是不敢 啊好好好 我会是好的 你人这么好 我可不能让你小名不保了 吃肘子去吧 多谢王妃娘娘 王妃娘娘 里面请 这不太行啊 嗯 嗯 王妃娘娘 还有别的吗 王妃娘娘 这边还有呢 嗯嗯 王妃娘娘 这所有的东西可都在这 行吧 这我也没看上呀 阿姨 这个也吃饱了 咱们回吧 管是哪个 卢尔小姐 身着气离开 王爷 会不会怪罪咱们呢 穿咱们 王妃现在可是王爷心肩上的人 你管她什么路测飞 哎 死 我不甘心 林哥他怎么能这样 肯定是那路以云使了什么狐媚手段 这事还是得看男人 你听娘的 我不甘心 他这是一位 我应该是发生的 您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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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威威给你送燕窝粥来了 这可是威威亲手熬的 你可都要喝掉了 放开就好 一会就喝了 林哥哥 自从威威病了之后 每天都要喝很多苦药 但是威威一想到林哥哥 就都不觉得苦了呢 林哥哥就是威威的糖 你说话就说话 别乱动 若是觉得药 就吃点蜜饯 林哥哥是不是不喜欢威威了 怎么会对威威如此冷漠 怎么会 只是你是高文贵女 如此行事影响你的声誉 林哥哥还想着威威的名声 就知道林哥哥还是在乎威威的 只是威威今天受了欺负 你可得好好哄哄威威呢 发生了什么事 才不是因为姐姐 他今天可是给了我好大的难看 他拿着你的牌子 竟然从裤子里把我赶了出去 林哥哥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陆以云不是这样的人 那林哥哥是觉得我骗你了 林哥哥 你看看我的真心 你看看我有没有说谎 你是大财婚秀 别让做尽自己 你说你被陆以云欺负了 果知都去误误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哥哥 这个木头 卵鱼温香爆满怀还不好了 莫非 他真的喜欢上老乌鱼那个傻子 我绝不愿选 幸好跑出来了 真是吓死了 警卫怎么会突然如此轻跳 一点也没有大财婚秀的样子 真是怪的很 阿姨 今天陆以云出去到底干了什么 王爷 王妃娘娘今日 警卫就算吃醋 今日这样说话也是有些过分了 陆以云天性纯真 不知道该怎么生气呢 罢了 我去瞧瞧她去 王爷 王妃娘娘现在 正往小厨房去呢 知道了 皇上最近就就干了 王爷可是送了不少药物 往公里送呢 是啊 皇上当王爷的时候 北上清蒸落了寒症 调了这么多年都不好 皇上又不耐烦吃苦药 为了这事 王爷可是掏了不少心呢 羊肉不是寒补之物吗 皇上可以多吃些羊肉啊 你不知道 皇上饮食清淡最不爱胃重的东西 这羊肉删得很 皇上闻都闻不了呢 韩正 羊肉 嘿嘿 有了 有了 你在干什么啊 这边 怎么成天里还是毛毛湿湿的 你是做了什么 亏心事 把我发现吗 我才没有呢 福娃琳 我有好吃的你要不要吃 什么 你把这个给我做出来 我要同的 做出来了 我给你做好吃的 你这小脑袋瓜里 怎么成天里全是只吃喝喝的 做了吗 就一个 行 我让人给你做一个 我这个可是有大用途的呢 什么大用途啊 不能告诉 你是个秘密 罢了 万寿杰的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 当然了 我是谁呀 后日便是万寿杰了 我让阿姨跟着你 有什么事你找他 切记啊 莫瑶出了什么岔子呢 还知道了 怎么那么啰嗦 比我娘还要啰嗦 记得要做同的 好 王妃娘娘 您要的东西做好 阿姨 你可以啊 你 周围可以吃好吃的 王妃娘娘 臣品阁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万寿杰的寿命 哎呀不用去了 礼物就是这个锅子 赠光瓦亮的 这多好啊 吃饭可香了 哪有用锅做礼物的 王爷要是知道了 定是不会同意 王爷 你不告诉他不就行了 阿姨 这丝花灵音让你跟着我 你要是敢告证 我就下毒 让你说不出来话 只是 王妃若是执意如此 怕是会捅个大老子 我还是让人 都准备几件礼物 免得王妃娘娘 闯了大祸 万寿杰 我真是狠狠的期待住了 皇上要皇上 你就好好说我这份大礼吧 哈哈 不停 老公 公渡王上 祝皇上 祝宙延长 万寿无疆 生体弹开 身体弹开 我余仓 好 坐下吧 谢皇上 今日乃万寿节 八方来贺 荣亲王贺礼 古画一幅 欲如意一对 孝亲王贺礼 东海深虎一珠 夜明珠十颗 林王贺礼 南海珍珠十虎 松赫插平一副 不对不对 这不是我准备的呀 别闹 我没闹 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准备了 我可是给皇上准备了一份大礼呢 老四 你内宅的寿物 难道真的交给陆云这个傻子不成 父皇见谅 而趁已准备好礼物 正如李丹所唱 并非王费说的什么大礼 不是 才不是呢 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呢皇上 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准备的 阿姨快把我东西拿来快快快 等一下哦 黄飞娘娘在这儿 来来来来来 那皇上这个呀就是我送您的礼物 这个锅可成了 可是用极好的黄铜做成的呢 陆云云这个是你送给君王一个东西 四哥也是糊涂放一个傻子出来丢人 谢谢 老四还不把他拉下去 是 不是皇上 我准备的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您肚子那么大都撑得起船 怎么就不愿意听我多说一句呢 真是想起得很 可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什么叫肚子大 我才不管什么宰相不宰相的 那不就是那个意思吗 陆云云你放肆 今天是万寿姐 你拿一堆破铜烂铁来羞辱圣上 父皇 儿臣恳请教训这个陆云云不知天高低厚的丫头 父皇 陆云云并有个大错 今日万寿宴求你网开一面 把他带下去 打二十大碗 小成大剑 你让他长长记性 或是什么场合都能有着的糊弄 别别别 皇上 这个东西是我用心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 你这个昏君不知好歹 我不给你了 呸 姐姐怎么能这么说呢 皇上 姐着这话可跟陆家没有关系啊 姐姐本来就是傻 什么都不懂 父皇 陆氏愚钝犯此大错 儿臣一定严加管教 但其实是父皇受宴 见血不吉利 不如儿臣当过王府 再加以惩戒 人家用心给你准备的礼物 难道就比不上那些金银财宝吗 你不是昏君是什么 我呸 哼 你说是你用心准备的 那你就说说 你要是说出个所以然来 正不但饶了你还会赏你 你要是说不出什么 正要了你的命 好 那如果是你误会了我 就算是皇上 你也得给我道歉 行 朕看你这个傻子 能把这口锅说出什么话来 放开的啊 好 别闹了 快给父皇客头道歉 求他父皇原谅 我不 阿姨 快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拿上来 快去啊 是 这是羊肉 从来不吃羊肉 你这拿上去拿上去 快 姐姐 你难道不知道 皇上吃了羊肉就想吐吗 这就是你所说的用心啊 快别丢人现眼了 赶紧给皇上磕头道歉 或许皇上还能看在你是陆家女儿的面子上 饶你一命 我知道 皇上不喜欢吃羊肉 但皇上身上有寒症啊 又不爱吃药 这羊肉最温谷了 对皇上身体好 做的就是这羊肉 别白费心思了啊 这从来不吃这些兴山之物 柳一云 这可是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没把握好 来人把他给这抓下去 我知道你为父皇好 但父皇他不行就伤胃 我 哎呀 不好 还请明天在影视 你先找我他 我当然知道皇上不喜欢这兴山之物 所以我用尽了办法 用着铜锅涮着羊肉卷 然后再配上我调好的料汁 味道可好吃了 皇上 您不尝尝怎么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吃呢 绝对不会吃羊肉的 来来把他给 这抓起来 哎呀皇上 我都做好了你就尝尝呢 他这个疯子给进来啊你 你 大胆竟敢强迫皇上吃东西 来呀护驾 父皇息怒 儿臣就在盼脸把他带下去 还请父皇看在他足够儿臣性命的份上 饶他一命 不 你 陆云突然是毛飞 可他必定是一个打扎 这一个四哥好无关系 还放过啊 要牵你四哥呀 林哥哥 既然姐姐都放了如此大嘴 不跟他说话 你就别再为他求你 点着连累了 对呀 陆云强度往上抢动你 就李应该 不 李当达呀 来呀 把他压下去 慢 陆云强 把您的羊肉 再给这车上来一点 皇上不是不是这样的 莫非陆云林 真是会做 如果皇上把他这个做的羊肉给吃了吗 皇上 我就说了我做的这个羊肉卷味道特别好 是不是 你等着 我呀再给你调几个不同口味的料汁来 等着 好 来了来了 皇上这个呀可是牛油辣酱味 您尝尝味的可好了呢 皇上喜欢清淡 嗯 不错 这羊肉 这羊肉非但没有 惊山怪味 反而细腻爽滑 味道香浓 连这辣 都让人胃口大开呀 陆云云 你 果然厉害啊 多谢父皇对云云的赞赏 还不快些 皇上 既然你觉得我的羊肉卷好吃 那是不是应该给我道歉了呀 陆云 真的疯了 姐姐 姐姐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让皇上给你道歉 皇上 姐姐从小在园子里长大 又吃啥蠢笨 绝对不是陆家的家将 还请皇上 处置这个大逆不道的罪子 你想让阵给你道歉啊 那 不是说做错的事情就应该道歉吗 皇上做错的事情也要道歉啊 而且 我为了给您弄这个火锅 您瞧瞧我这小嫩手 都受了多少的伤了呀 皇上 你要是不给我道歉 那这以后羊肉火锅我就不做给你吃了 你就吃不到喽 陆云云 你好大的胆子 谢谢皇上夸奖 你怎么就知道这是夸奖您啊 可皇上没罢我 那不就是夸我呢 你少说两句 有气有气 陆云云 再向你道歉 时间扶不回去了 这皇上 真的跟这个傻子道歉 别乱说话 那个是李王妃啊 那是李王妃 可真是天性纯智啊 陈也觉得有气很 那我就接受你的道歉吧 哎皇上 这羊肉火锅呀 还可以涮很多菜叶子 还有鱼肉鱼肉 什么都可以涮呢 好 那 那 陈云云 你就帮这人来涮菜吧 啊 皇上 您都这么大人了 还要能伺候您吃饭呀 父皇这是抬举你呢 还不快去 好吧 您都这么大人了 皇上你要吃啥 我跟你说 下面有请各府小姐现役 公主皇上万寿无疆 第一位 林王府侧妃 古琴表演 请为公主皇上福寿绵长 特献一曲贺源祝寿 别了 好好好啊 我最喜欢听曲了 也不知妹妹的琴 有没有春风楼的花魁弹得好呢 哦 你今天拿我跟一个技巧 可他们不是都说 这春风楼花魁的琴 是全京城弹得最好的吗 妹妹难不成是怕了 不敢比吗 陆测飞 难道还没准备好吗 陈琴准备好 啊 嗯 嗯 请问先说 你这琴师月儿 做也好 做是娘娘就会已经是第一财旨 娘娘才轻轻做 绿云哥子不会吃的傻子 怎么喝的傻子 一种飞 本就春色被娘娘在做的位置 那 吃 做得一讲生风大 好 没有 就w available 晴壇的不錯 Sud 電視頻上 我我還要表演 不行不行 我還有吃招 él肉呢 当然要表演 姐姐是代表凌王府的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妹妹也可以代表凌王府的 妈 非要我表演不可吗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姐姐别现实了 你在音乐上的造诣 肯定是非同感受的 得了吧 路易云就是啥 当小事都还行 心心中话就有需要 做造型这样的东西 怎么很快 妹妹 这些不会是方便去考吧 现在表演才是 无法不让人照尿大牙吧 我不行 我不行 妹妹 我真的不行 我不会 姐姐既然不想表演 莫非是看不起皇上 觉得皇上不配看到你的表演 我 我没有 我才没有那么想呢 妹妹 妹妹又在欺负云儿了 警卫 云云不会就算了吧 就是一个傻子能表演什么呀 怕不是只会趴在地上学狗教吗 就他这个水样 怎么跟京城第一残忍陆秦北相比 怎能配得上四伯 他要是会表演 我倒立绕场大自己是傻子 你说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是 您的乡下来的朋友们会什么呀 成皇是傻子 你 成皇是傻子 你 成是傻子 你 坏人坏人 就算我去部署 我才不会冤枉他呢 皇上 要是我赢了 你得给我做证 不许他耍赖 好 好 那你要是表演 趴在地上 额子疼不懂 脸给我学狗教 好啊 那咱们就看看呀 好 那这就为你们做个见证 你云这小丫头有趣的很 正好这也想看看 他们表演什么 皇上 我要1234 我要很多个杯子 喝一双筷子 筷子杯子能表演什么呀 不会是用筷子喝水吧 也只有这个傻子才能想到这种 卷一样 皇上 皇上 这是什么 是保护啊 嗯 常常迷王妃 被拴着狗城 折狗跳 这也倒是 挺积极的 哈哈哈哈 给他 我 马迪南去真被忘 真被忘 草擎黄尘飞扬 我愿收徒不开脚 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哄 好好行為上 好這就覺得年輕了 對還能不能上台一站起來 哈哈哈哈 張照中的張 謝謝陛下 成王 哎不對 這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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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麼了 來到以後皇上的審定嗎 還是說 皇上管都聽了呢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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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註辭 道只你 嘗嘗的王野 言而無關 沒有 可以讓陳澤和百姓怎麼看野 道下去 道立 強傻的道立 陸appy về 成王 expertise 就算是輸了 你不能在這麼多人面前 倒立說自己是傻子呀 那皇上他都不告一見了 咱們說不說咋的皇上 好聽 好聽 那一條他都毀了他 上天叫他道了歉 而你這馬虎叔叔了 難道趕來叫他嗎 不 不怕兒臣怨賭叔叔 如何 好玩好玩快點快點 哦啊啊 你還沒說你叫傻子呢 你們知道 我是傻的 絕對不會放 好玩 陸以元 你讓城王殿下在這麼多人面前丟人 你太過分了 怎麼我心疼了 那你陪他一起丟人呀 反正呀 這第一美才你都已經輸給我 本身就是件很丟臉的事情 姐姐你怎麼能這樣呢 陸以元這個傻子到底走了什麼狗屎運 居然敢搶了我的風頭 我一定想辦法除掉他 姐妹 你我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嗎 姐妹惦過殿家 殿下 您這話的意思是 你可是堂當上書府的二小姐 身份尊貴 又是京城第一才女 你就這麼甘心輸給一個傻子 居居於側妃嗎 自然是不甘心 可是如今 她已經是上了皇家御劫的王妃 林哥哥又那麼喜歡她 我能做什麼呢 你如果說我願意幫我 殿下的意思是 整個競爭誰不知道 只有你才能配得上我四哥 我四哥才華横溢 怎麼能娶了一個傻子而被玷污呢 我四哥心軟下不去手 那我便幫幫他 也算促成了你們這一對有情人 早就聽聞殿下跟林哥哥情同手足 今日一見果然如此 那是詞人 我的聖母平貴人 和她的母妃都是出自幻衣局 那情分自然非比尋常啊 那殿下打算如何幫我呢 我四哥還是很喜歡你的 不如就趁這個機會 你們生米煮成熟飯 再找幾個人把這個傻子下了藥 然後 這個主意好 到時候把這個陸以雲捉肩在床 就算我四哥再心軟心善喜歡她 也斷然不可能留她了呀 而到了那個時候 你做的這件醜事 將會成為我手裡的一件把柄 殿下所言即是 一個髒女人 絕配不上王妃之名 到時候林王妃的位置 就是我的了 到時候還要找幾個女眷去 把她們捉肩在床 事情鬧得越大 陸以雲越翻不了身了 小碧娘 定然願意幫她 今日就是萬樹節夜宴 我四哥 定然要喝不少酒 殿下 我懂 四哥 今日父皇壽成 開心 再喝一杯 四哥 好酒量呀四哥 來 再喝一杯 她在喝一杯 好酒肚 要喝一杯 要喝一杯 媽媽 那這個妹妹 幫你弄 好不容易 要喝一杯 你幫我弄 要喝一杯 娘娘你好好休息 奴婢去給您打些水吧 哎不行了不行了 不不行了 今天怎麼這麼說 小樣 我帶我看看 你要跟我玩什麼花樣 就在這 事成之後少不了你們的好處 你要放心 你哥姐的靈靈幫你操作 這錄影雖然是個傻子 但長得是平常春風了的花魁還好看 就是他一會我玩起來的時候 跳得好不好聽啊 自己想看看他一會兒跪在掌握 那是他重要的樣子 沒沒沒別別別害怕 哥哥一會讓你嗷嗷叫 哥哥會讓你舒服的 你我死我呀 好你個陸警衛 居然用這麼瞎做的法子對我 行啊 我倒是讓你整個 什麼事 奇人之鬧 哎呦 奇人之鬧 我 嘿 這趕緊也測非人家報信訊 我還要弄走他 不行 你讓他 看 你哥哥你热不热 那味道你快眼睛的人 快你个大头鬼啊快 哎哎哎哎哎哎哎 一醒醒 五花灵醒醒 怎么了 怎么这么热 家我喝点酒就这样 以云不对 你怎么又中毒了 这 一醒醒 五花灵醒醒 怎么了 我怎么这么热 家我喝点酒就这样 以云不对 你怎么又中毒了 这 居然中的还是情毒 这毒跟我中的可不一样 三个时辰之内若不合女子欢好 雪妹你行 暴鼻而亡 什么药物针法都没用的 你这个女的怎么这么狠呢你 得不到叫人家死啊你 只能先试针 来 帮助你的血脉 延缓毒发 一会再想办法 你给我老实点 来 来来来来 来 哎呦 哎 啊 怎么这么重啊 哎 我还没解决 你这个祸害 来吧 小美人 快捡去走吧 你这丫头 怎么这么沉闹 哎呦我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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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 想想想想想 美娇娘来了 快醒醒 醒醒 美娇娘来了 享受吧 陆景威 这是你自作自受的 对 你自作自在 你自作自去 你ą 你自作自封 你自作自权 你自作自作自沙龙 我自作自身 我也只能搏一搏了 哎哎哎不行不行 再这么下去 死了 记也坚持 我只好 哎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堂堂凌亡 被人下了情毒都不知道 这毒啊要是无一 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弄下这样的 你你你可别赖伤我 情毒 我会让你去查 义云 那件事 你到现在还不承认吗 啊 你 啊 啊 哎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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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啊 公子想想 啊 姑娘啊 教一只没吃到我 等我日后定来娶你 七年前你救的那个小男 啊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这个丝花脸 怎么这时候还要提补 七年前和人思念终身的事啊 还不止一个呢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就是说姐不知脸 哎呀 就是说不是哪家的小姐 是陆宇的那个傻子 是马子 是马子还留心疯 这也就不知道了 傻子可以想要两个花 你跟四位思通 还不止一个 那我算什么 有热闹看了 本小姐最喜欢跟热闹了 走啊我们去看热闹 罢了 赶紧去看看 到底抱着什么 快快快 陆一云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以前在庄里和那些下人就玩得脏 现在丢脸都掉到皇宫里来了 还不快滚出来 这陆一云竟当真如此不要脸 又蠢又傻 乱扑道 甜甜 这叫的声多大 这陆家大小姐人尽可不得卷啊 生嫂 我们陆家可没有这么不要脸的女儿 来人把门打开 把陆云那个不要脸的贱货给我偷出来 哇这么多人好热闹 怎么可能 你们在干嘛呀 让我也瞧瞧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在里面吗 我 我为什么一定要在里面呢小娘 里面明明是妹妹啊 我刚才还看见妹妹和两个男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去了呢 里面难道真的是陆景威 不可能吧 这陆儿小姐怎么可能会与人私通 可傻子应该不会说谎吧 而且刚才陆夫人连门都没打开 一上来就说里面是陆云 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不会人知的糟事呢 你个死牙死了 胡说八道什么 看我把打死 小娘你好大人了 死亡灵救我 金夫人 你想对保佑的王妃做什么 王爷 要不是之前的意外 现在警卫才是您的王妃 您可别忘了 行内七年前可是救过您的性命 你确定之前救本王的输入几位吗 那当然是了 警卫天真又善良 那救您的肯定是他 我还同一次听说 原来私通就代表着天真 代表着善良呢 还同一次听说有这样的说法 真是好玩 你别老说 里面怎么可能是警卫呢 是不是警卫咱们瞧瞧看不就行了吗 吃我一瞧 哎呦喂 姐姐的腿是跌来跌去的 你们快看 好厉害 起开 起来 起来 你滚开 快 快 不许 不许开 不许开 都不许开 滚开 怎么会是我 我应该是我啊娘 娘 娘 怎么会是我 真的是陆景卫 哎呦 听这声叫的 连我这个女人骨头都麻酥了 真是个男人还得了 这金城第一美人啊 既如此放荡 那两个男的又宠又恶心 陆景卫也真是不挑 口味还真重 肯定是你 是你陷害的薇薇 陆景卫 陆景卫 我打死你 陆景卫 有什么关系啊 我又没有人来跟别人睡觉 真的不是我 陆夫人 陆景卫刚才一直跟我在一起 根本没有机会陷害陆景卫 不可能 陆景卫 你跟薇薇从小青梅竹马 你知道的 我会不是这样的人 你可一定要帮薇薇啊 林河哥 你一定要听薇薇主持公道啊 王爷 本人带上来 陆夫人 是奴婢没有办成陆册妃交代的事 奴婢也不知道 本该是王妃娘那儿在这里的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侧妃娘娘 但是侧妃娘娘 真的不是奴婢带进来的 你背嘴 别胡说八道 小姐我刺了你的嘴 这样看来都像是陆景卫 想要害陆景卫不成 自己反而自作自受啊 这陆景卫啊 三番四次的被陆景卫 一个傻子下了面子 又被抢了王妃之位 嘿 肯定早就怀恨在心 四哥 今日是万寿节 此事要是让父王知道了 必然震怒啊 此事 本王定是会查清楚 都先撤了吧 嗯 四哥 弟弟就先撤了 嗯 嗯 林哥哥 你不想起妹妹了吗 肯定是他 肯定是他陷害我 林哥哥 你打死 真相如何 你心里自然清楚 你等等我呀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回家吃什么 回家有肘子 哎 哎呦 哎呀 哎呀哎呀 笨 我自己能走 别吵 回家请你吃肘子 那好吧 那就钱钱让你抱一下吧 露雨云 你给我等着 我终于会帮我你 哎 睡吧 就弄这么久也该累了吧 啊 你可真是的好人啊 那我们也该说说你的太近 不愈配个神 嗯好吃好吃 你吃吧 露雨云你 我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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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 王爷 已经查到那宫女和侍卫们 确实是被侧妃娘娘收卖 想要误了王妃娘娘的清白 您中的轻毒 继续说 您中的轻毒也是侧妃娘娘安排的 轻毒能容于酒才会无色无味 您今日是喝多了酒才会没有发觉 四哥 今日不妨受神开心 再喝一杯 四哥 好酒量啊四哥 来 再喝一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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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陆雨云又怎么回事 属下查到 王妃娘娘把您扶进了屋子 而后拖着车妃娘娘进了偏店 也就是说 陆警卫原本想按陆雨云时针 好多王妃的位置 却不料被陆雨云反买了一道 正是如此 只是去查车妃娘娘的人说 原本他只是想给您下春药 却不知为何被成了药人命的隆情 再去查 是 还有属下已经查明七天前救您的人 是陆雨云 这件事本王已经知道了 撤掉了 那是陆雨云 浪了 你别装了 你说什么 我等天不等 装 为什么装 干嘛呀放出题呢 你本来这不是傻子 不是吗 我是傻子 這個事情不是撞所周知的嗎 那你告訴我 一個傻子是如何邏輯清晰的說出 眾所周知這個詞的 哎 還有這個 你七年前救過一個小男孩吧 他給了你這枚玉佩 並成為我長大後來娶你 你怎麼知道 我 我沒有和別人私定重生過 你聽錯了 我沒事我沒有 傻丫頭 我就是你救的那個人 我就是要娶你的那個人 我就是要和你私定終身的那個人 救你的不是陸警衛嗎 我們都被騙了 他當時派人殺你 就是想滅你的口避免你我相認 至於陸家那位金夫人 手段更是兩難 你在他手底下受了這麼多年委屈 想不定裝傻也是不得已的吧 不是 以前的我確實是個赤傻兒 他們把金摸摸派給我 一是為了監視我 二是為了給我下毒 那日我同你躺在床上 不知為什麼 我的腦子突然就清晰了 我 竟然如此惡毒 看來我還是低估了他們 李昀 你放心 以後我會用性命護你周全 我會再讓任何人欺負你 至於那個蛇心心腸的陸情威 我李王府是斷斷留不得他了 放開我 你幹什麼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你 放開我 放開我 你不叫我是誰嗎 居然敢趕我走 小今晚林哥哥 打死你這幫不長眼的狗東西 就是 就算敢 也該趕的是陸以為那個賤貨 是誰下的命令 趕緊讓他過來給我們客頭道歉 是本王下的命令 王爺 金夫人 你敢要我 給你們客頭道歉嗎 王爺我沒有那個意思 只是今日 請為遭人陷害受了委屈 若是在這個時候 把他掃地出門 那整個京城的人 怕是都會戳您幾兩股的 是遭人陷害 還是自作自受 若且為他自己心裡有數 不是嗎 林哥哥 請為真的是無辜的 是啊王爺 請為他是您的救命恩人 您這麼對救命恩人 怕是不妥吧 小娘 你可真是會嫌恩圖報呀 只是 這恩是不是你們的呢 當年救本王的人 分明都是乙雲 你頂著他的功勞不說 還千方百計地害他 陸警衛 這麼多年你騙了所有人 就連父皇也被你欺騙 此乃欺君大宗 陸家很快就會為此不出代價 你怎麼知道他 是陸魚這個賤人告訴你的 林哥哥 你不要相信他 你怎麼能相信你個傻子說的話呢 除了冒名頂替的罪名 妹妹可還有私通官人 謀害皇子的罪名呢 這可不是我說什麼就有用的了吧 妹妹 這壞事做多了 可是要遭報應的呢 沒有 你不傻 這一切都是你陷害的 林哥哥 薇薇做這些 都只是因為愛你啊 就算就算不是我救的你 但至少我們有青梅竹馬的情意 這麼多年的感情做不了假呀 林哥哥 你害薇薇 對不對 來人 把他給我趕出去 啊 林哥哥 走 快走 以後但凡是有人給找你的麻煩 我定不會撐你 好 喂小事 防護王妃 嗯 我 我 沒嚇到你吧 你受傷了 沒事 不過有點小事 我飞上身 你来去坐 苏莉 苏莉你没事吧 苏莉 苏莉 阿姨快 回来 苏莉 我 你醒了 你慢点 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了 后边那道太深了 刚才怎么不躲开呢 我要是躲开了 受伤的就是你 比起来让你受伤 我宁为疼得是我自己 傻瓜 王爷 已经严刑拷打过刷货的刺客 他们的主人 就是之前多次刺杀你 给你下毒的人 虽然还没有明确是谁 但已经有了线索 到底是谁 三番不曾陷害他 这人 就是宫里的几个王子 之一 我